第1620集 可是两位殿下被他们捉住了 麻烦大了 我们怎么才能营救回来 他们深知 天武王在永恒国度的强势 他的一对儿女若是有闪失 他们这辈子就别指望回去了 不然必被处死 无妨 两位殿下不是早妖之相 只要原神无恙 可以随时复制出一具肉身 突然 他刹那变色 像是想起了什么 坏了 飞船上最珍贵的东西遗落了 没有带出来 他用力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低声咆哮 显得无比痛苦 而后胆软在那里 像是被抽去了灵魂 其他人也都发呆 而后一起大叫 全都充满了痛惜之色 后悔不迭 垂足断胸 如丧烤笔 我们千辛万苦 在黑暗与枯寂的宇宙中 漂泊这么多年 终于凑起了各种 旷物与神秘的古药 终于炼出了 最强血脉进化液 最终 却失落掉了 一群人大叫 焦虑而愤怒 两位殿下 若是死掉了 大不了他们不回永恒国度 就是了 可是这种最强血脉进化液 若是丢失 恐怕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提炼出来了 他们在黑暗的宇宙中漂流这么多年 所图的到底是什么呢 炸开了一颗又一颗枯寂的星球 寻找那传说中的矿物 要知道 那些仙真般的矿物 稀有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好害星空无尽 可是 真正运有这些矿物的古星 却难以寻觅到极客 偶尔能有发现 也不过是能采决到点滴而已 在永恒国度有一种说法 宁愿去寻找那些能铸造神明法器的材质 也不愿去寻这些矿物 因为实在是稀少了 而且 所需这些矿物不是一种 而是数种 在枯寂的宇宙中 搜寻无尽岁月都难有所获 偶然幸运得到一种就不错了 他们这次出行 可以说得到了天地的造化 这些年来竟然非常逆天地开采到了数种 几乎全部集权 其间遭遇到了各种危险 因为炸开某一些枯星时 有时会遇到莫测的东西 有毁灭性的力量 他们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最后一次采决 在一颗生命古星 更是寻到了古代神明留下的仙丹残渣的线索 在那里 他们与那群可怕的土著 进行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大战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种族 对古代神明进行膜拜 掌握有一种极道兵器 这些土著进行原始膜拜 可以召唤神明的力量 再加上自身的修行语道行 让他们差一点遭逢大恶难 若非最后关头采取特别手段 盗取了出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 尽管这样 他们在那颗古星也丢掉了将近七成的人马 毁掉了另外一艘圣极古船 但收获是巨大的 终于将古代神明的仙丹残渣盗取了出来 致使一切需要都圆满解决了 坠落这颗古星后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提炼 刚刚成功 却遭逢了这场大变 金发中年人豁得抬起头 眼睛通红 走 趁他还不知道 赶紧回中央实验室夺回来 我想 他还没有觉察所谓的最强血脉进化夜市 什么 张六金身迅速返回 他掌控空间神则 第一时间进入巨大的飞船内部 射出一道神光 可以拘禁一切物体 想把整座实验室给移走 然而 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只黑色的剑鱼 盛微浩荡 张六金身被射出一个大洞 他们悲愤被逼退了 这是什么液体 叶凡压着紫发男子 另一只手则推着那个 如精灵一样美丽的子童女子 进入实验室 前方有一个池子 是以岩石铸成 在这科技光芒闪耀 各种神秘仪器陈列的中心实验室中 见到这样一个反扑归真 回归自然的岩石池子 让他觉得诧异 我怎么想是要杜劫了 突然叶凡心中一惊 池中水气蒸腾而上 向他涌来 让他觉得竟然要破关了 怎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杜劫 让我想想 最近都有哪些王八蛋骨生要杀我 都有哪几大骨族对我悬赏 干脆跑到他家门口去杜劫算了 叶凡觉得 有必要联系卫义 杀圣齐罗等 让他们在暗中护法 更有必要联系大黑狗 让他去学没一些混账骨盛 波的一声 以岩石柱的池子内 不时有气泡破开 发出清响 化成一片阴韵霞光喷波出来 似春风绕体 暖洋洋令人浑身舒态 叶凡询问子童女子 这是什么 他盯着前方的水池一阵惊异 这种阴韵灵气将他裹住 正是他的存在 而让他可能要杜劫 很是奇妙 子童女子撇了一眼水池 多少有些不屑 带着一丝嘲讽 他告诉叶凡 这是一池化生水而已 可以淬炼金属块 让其更具有灵性 还嘲讽叶凡 这种土著自然没有见过 说完 他再也不开一眼 而是皱着穷鼻观看破损的飞船内壁 一副很心疼的样子 似乎对着飞船爱惜极其 原来是淬炼金属材料的水池 我还以为是什么仙丹灵池呢 叶凡漫不经心的说到 绕着池子走了两圈 他做事要将一个金属块扔进去清洗 而且询问紫童女子如何脆裂 能有怎样的效果 结果却被无视了 只给了他一个后脑勺 自发男子见他真要浪费掉部分池水 心疼得要死 嘴角都在不受控制的抽搐 想要说什么 但被枪忍住了 不着痕迹的转头看向另一边 想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叶凡嘴角微翘 你们一致认为 我具有传说中的不灭金身 依靠血肉身 比仰仗那些沸铜烂铁更好 那我干脆以此池淬炼自己算了 说吧 他解开战衣 便要进入池中 一副要乱来的样子 紫童女子与被叶凡打断 很多骨头的青年顿时变色 再也不能平静 他们知道 对方肯定早已发觉了 皆不顾一切的 向池中扑去 叶凡大笑 轻轻一抖 晶莹剔透的神脸 将他们二人全都锁住 不能动态一下 定在了一旁 桌里是飞船上的最重要之地 以金属壁密封 刻有玄傲神闻守护 在这中心主石宴室内 出现一个岩石铸成的池子 与陈列的各种神秘仪器 显得格格不入 不可能是繁平 岩石成银灰色 内运神秘矿物 散发出很柔和的光 来到进前后 有一种让人脱胎换骨的清新气息 池内阴运霞光流动 可却没有什么气味 然而这种五色神叶太过神秘莫测 叶凡刚将手伸进去 体内的金色圣血就奔腾了起来 且体表交织出闪电与雷鸣声 这是什么东西 他像是触电般快速的将手收了回来 不是没有料到这是珍稀宝叶 然而似乎比想象的还要甚 紫童女子脸色雪白 神色激动 极力想阻止叶凡 然而此时身为俘虏 根本不可能成功 十分不甘 看来这真的是一池仙丹灵池叶 让你们这么在意 紫发男子额头上青筋突起 他们在黑暗于冰冷的宇宙中 飘渡这么多年 历经千节百难 炸开诸多枯星 拥有一天机缘 才寻到各种矿物 他不知道后半生 还能否提炼出这种咸业 你不能这样浪费掉 这是一池最强血脉进化神意 只是初步炼成 远没有达到最佳 掩饰中的矿物刚出来 少部分还没有提纯完毕 他们知道 根本隐瞒不了也阻止不了 与其如此不如说个明白 叶凡脸上挂着笑意 第二次将手探尽池中 习珍保药就在眼前 他是自然不会错过的 再来试试 试试